谁能想到有马在进修时获得的卡组 里面居然包含着新一代的粒子球 轮到占卜师的回合 魔法卡萨满召唤 效果当灵弓的萨满有两只时 可以特殊召唤出绿色萨满 这下三只等级4的萨满机器 占卜师要进行超量召唤 将三只怪兽进行叠放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16位的怪兽 休克支配者 去除一只素材发动超量效果 宣言一个种类的卡片 让接下来的两回合内 对方不能使用宣言种类的卡 星光体感觉糟了 好家伙 真就是被卡四二号 占卜师随之舞动起来 让休克支配者发动攻击 击破三龙十人 削减有马500生命值 并且为了致敬前代 让主角团的生命值和有马的生命值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多人赌命排局呗 不过由于有马手中没有怪兽卡 陷阱卡也被封印无法使用 好家伙 是电力子球 有马万分嫌弃 居然印了张三百弓的杂鱼 星光体明白事理 这他喵可是真正的神卡 虽然不知道效果 但听名字就知道 这绝对不是个简单的怪兽 星光体表示听好 有马当即表示合理 让电力子球发动效果 夺取休克支配者的超量素材 化作粒子球衍生物召唤上场 这下同样的怪兽有三只 等等 詹不是有话要说 我的天 你才是贝卡斯吧 都不用像千年眼的 星光体表示不伤大雅 让有马发动魔法卡电流召唤 效果将场上电力子球解放 就可以召唤同数量的怪兽 解放两只电力子球 特殊召唤加把镜骑士和影子吸引 虽然用这个效果召唤的怪兽攻击为零 但是无所谓 它们的作用就是忌体 将这两只怪兽进行叠放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39位的怪兽 希望之皇霍普 那种状态でクリボルトを引き当 ホープを呼び出すコンボを完成させると 骑士和尽力他 我也是 你じゃあ